再稍微補充一下就是 剛進來之後那個 全線的部分比如說成員您看到齁 這裡有沒有這個 你看後面有沒有這個 板,板就是板組嘛 所以全線最高 那如果你是一般成員 我給您看一下另外的 如果您是像這個 我們就用剛剛的齁 您看成員 他們加入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他們都是學 代表學生嘛 所以他只能看不能改 那您進來怎麼辦 有這個地方,你把它看一下 有沒有變管 就變管理者 只是他只能變管跟學而已 也就是板組一定是 剛剛建立這個群組的人 那如果他是管理者的話 他就有全線可以把那些知識 把那個活動 把他做管理跟增減 所以您記得如果剛進來 要把那個 別的老師的改變一下 不然他每次都只能看你整理的 這樣一點都沒有 共貝的感覺 OK,好